嗨 我是Kopa 要來為您介紹的是雷焦球團的日向 這是球團版的第四位日向 不過除了月中日向 其他球團版的日向都不怎麼樣 也包括了這位 專注空中 未登巔峰 我們來看看他的內容 這個是擁有赤勒之心的前鋒 日向小次郎 戰力58641 看到戰力不高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好期待了 我們來看看他的隊伍技 五名以上素屬性日本 全能力值23% 那當然隊伍技是很好 被動 竭盡全力 體力越多 能力值提升幅度越高 也只有20% 給了一個新的必殺技 高空的荒野猛虎倒掛金鉤 居然只有480 蠻令我意外的 但至少是單人 不用跟 大空翼合作了 我們接下來看他前人 給足五項喔 首先是半 三名以上素屬性日本 很簡單 全能力也只給2% 不高 然後是三名以上素屬性日本 敵方球員能力 只減3.5% 他是加2 減3.5 然後是必殺技威力提升 是高空球加12 低空球也加12 都加的很少 最後像是 坑坑八八 不受地面坑坑八的影響 我給的結論很簡單 他的前人 並沒有加到 屏射 只有加高地空 所以他的屏射 是不夠好的 他的半 數據很低 2跟3.5 我覺得都很差啦 然後是新單人高空 就是這個 但威力居然不到500 好可惜喔 他是四周年的 第2個 日向小四郎 是第2個 結果這個新的必殺技 也只有 480而已 比起 海外的球員動輒510 500 或者是490 這個日向小四郎都給的 太少了 這是我給的抽卡建議 可有可無 球員數據 在這裡 半40% 隊伍技能 69% 那我們來看看 實際計算後的球員數據 是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主角日向小四郎 那這個符號就是 竭盡全力 沒有加必殺技 加必殺技的話會是這個 加一個框框 對照組 就是四周年 我剛提到有兩個日向小四郎 這個四周年的 第一位日向小四郎 是付費版的 他是落後的時候有加成 平手的時候也有加成 我們來看看 三項的必殺技分別是 平射 我擺的是500威力的 然後高空 480 就是這次給的 低空 475 這裡乘1.12 提醒你 他有 加成 下面也是一樣 我們都用一樣的必殺技威力來對照 那我們來看看 新的這個 球團版有沒有比較強 首先平射 20.7萬 那體力20%以下 18.1萬 對照這個日向小四郎 顯然是 都輸了 這個日向小四郎有三個 原因是因為他的這個加成是不同的 這個23萬呢 是落後的時候加20% 那21.5萬是 平手 1比1以上的時候呢 是21.5萬 0比0是不加成的 不加成就是這個20.1萬 我們接著來看 第二項高空 22.2萬 那這個是22.1 四周年的第1位付費版的日向呢 略為低了1000左右 然後 平手的時候他有20.7萬 那這個體力下降最後是 19.4萬 也 贏這一個 這付費版的日向 都是贏的很少 那接著來看 低空吧 低空 22萬 以及19.2萬 那也是一樣 稍微贏這一個付費版的 隸屬性的日向 都贏的不多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在平手的狀態 這個20.5其實 比起這個體力下降到最後19.2還要高一點喔 那我們來看看面對這些 守門員吧 首先這個日向是 球團嘛 所以這個木勒 面對非 Rising上球員 數據在這裡 體力80%以上 23.9萬 這個22.4萬再說明一次就是 當耗用完整體力 第一階之後 第二階還有22.4萬 那這是體力20%以下 19.9萬 這個木勒有沒有辦法接住這個日向小吃郎呢 顯然在數據上是都贏啦 但要注意這個日向小吃郎是數屬性喔 所以在體力80%以上的高空 是他最強的22.2 有機會進喔 比如說你看他的第二階 只剩22.4 數屬性客製隸屬性 是有可能的 那附帶一個參考假設 這個麗木勒面對這個隸屬性的Rising上的日向 數據會 完全不一樣囉 會提升到 24.8 23.2 跟20.6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接著來看 數屬性的洛林 那由於都是數屬性 這個數據贏他 基本上就是可以接到了 看一下 第二階 22.5也是贏 但是體力到20%以下是19.5 那要注意一下19.5就有可能面對這幾個 80%體力以上的 射門就有危險了 接著是數屬性的卡流薩斯 一樣是最高23.1萬 其實在第一階來講 要接住這個日向的射門都完全沒問題 都是在第二階之後有危險 然後接著是基屬性的洛林園山 那他面對日本球員 所以他數據會比較低 因為他是面對海外有加成 那面對日本就沒加成 這是禁區外22萬 那禁區內19.9 還好他是基屬性喔 否則19.9是輸這三個數據的 但即克數 所以他是有機會接下第一階的 我們來看 這些擋球吧 首先是赤藤陽的擋球 只有16.9 主要是因為他的戰力比這個5萬8的日向還要高 所以沒有辦法加25% 那就是 偏低了喔 只有16.9萬的擋球 接著是 卡爾茲大敵當前 就是體力越少 能力越強 那到體力20%以下的時候有高達20.6萬的擋球 基本上這個是基屬性 他的擋球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然後是這個景川 這景川最近常常看到 我們看看他是 前鋒克星 他是落後的時候有加成 所以落後的時候可以高達20.1萬 但是如果不是落後 比如說平手或領先 17.8萬能否擋住這樣的射門呢 我認為是沒問題 因為他是基屬性 好 接著是 三三純 這個月底限定 高達22.6萬的 第一次的擋球 我想這個日向應該是不太可能過這個擋球的 這是我給的極限突破建議 由於這個日向其他的數據呢 都不夠好 所以 我也沒什麼好介紹的 都很平均 他的 盤 船 產斷 幾乎都一樣 就是 不突出啦 那我們就看看這個射門要加 25點 然後盤跟船 我是建議就是平均加 因為他的數據本來就是平均的 與其他球員的比較 我們來看看平射 他是贏這個月底限定的施耐德 這個是日本克星 然後 他是輸這個 維克多尼若是領先的時候有加成 接著是 迪亞斯 在這邊 結果只是迪亞斯的第一次射門 他是絕不放棄的星嘛 所以第一次射門是墜落的狀態 想不到居然還贏 他的平射 可見這個日向小車上的平射有多差了 接著是 高空 這一次的重頭戲 因為他給了一個新的高空射門 那我們看他的高空 他是輸 落倒金箭在禁區內 所以其實他的高空也沒有到多強 他是贏這一位 這個付費版的 Rising上的四周年的日向小次郎 然後他還贏這個迪亞斯 這個高空就蠻有趣囉 你看他在平射輸迪亞斯的第一次射門 但是他在高空 其實是贏迪亞斯的第二次射門 所以這個迪亞斯在高空的方面就是 非常的不佳囉 你可以看到要到第二次結果還輸這個日向 接著是 低空射門 我們來看看他在這裡 他是贏他的付配版的Rising上的日向 然後他是輸這個第二次射門的 三塔納 也是絕不放棄的心 其實能夠到輸第二次代表他的低空還真是有點料喔 不愧是有加12%必殺技為例 但他們都輸這一位 羅伯特 羅伯特是平手有加成 好 我們總結一下這個日向小市長 你可以從 我連他的 盤 船 盤段都不介紹就知道 他就是只能夠射門 但是就一個只能夠射門的日向來講 不奇怪 但是 他的 三向射門 並不是都很強 可以看到他的平射 特別弱 高空低空還可以 其實也沒有到頂尖 那就覺得說這個日向小市長推出來有點不倫不類啊 就是不曉得要用他來做什麼 當然 他的推出其實有助於一個 高難度強攻關的攻略 但是如果這個日向小市長只是拿來過這個高難度強攻關 那更是浪費了他的設計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日向小市長的設計非常的不佳 那當然 如果你是看在這一個 隊伍技 去抽他的話 我是 沒有意見 因為速處性日本球員23% 如果你前面沒有收集到 你現在來抽他 是可以幫你收集完全的 以上是我對他的介紹 謝謝大家 拜拜